看起來有點tiny 有點可愛喔 果會不會讓你們失望 很好吃 我沒有想到舞陽自己做了甜點 好有興趣喔 可以上去看看嗎 來 除了幫我們台灣蓋高架橋之外 他還會做小甜點 其實這個東西喔 如果你沒講是他自己做 我會以為是在店家賣的 因為他真的做得滿仔細的喔 小小一個 然後他連底下的那個模型紙 都選得很棒的 每個顏色都不一樣耶 這個不是用烤的嗎 不是用烤的 這感覺像是用烤的才有辦法 到底是什麼啊 巴西非常傳統的小甜點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故事 因為它的名字 葡萄牙語叫Brigadeiro 好長喔 Brigadeiro 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 準將 準將是什麼意思 聽起來好奇怪對不對 講完事的感覺 這是因為在 關接嘛 1945的 1945年 在巴西有一個準獎 他要參加那個總統的大選 那他有一個喉靠 很好笑 就是喉靠的對不對 喉靠 對 就是說 投票給準獎 因為他又帥又單身 所以為了這個喉靠 他就有好多女生的反思團 其實喉靠是什麼 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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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又帥又單身 希望女性選名投給他 謝謝 OK 對 然後就是這些女生的反思團 他們就是為了這個準獎 發明了一個巴西的小甜點 就是為了這樣子 準獎就變成 Brigadeiro Brigadeiro 他的口感和質地 不像台灣一般 巧克力是比較硬的 他巧克力加了什麼東西 他好酷喔 你是說加椰奶還是煉乳啊 煉乳 煉乳 鮮牛奶 鮮奶油 鮮奶油 對 鮮奶油 他裡面的口感有點像 也是那種紅豆泥的那種 泥泥的 所以是甜而不膩嗎 不甜 不會太甜 我們來出題目 這題目非常的簡單 很重要 來 請問 甜點為什麼都在餐後才上 第一 怕影響食慾 第二 收尾最美觀 來 請舉牌 又都一樣 吳子龍 你不要看人家 你最後才插牌 你想選二就選二嘛 你們這樣都有作弊選 我沒有要選二啊 我就是慢慢想而已 吳總 你很冰淺 請問一下 你們全部的國家 有哪一個地方是 吃飯前先上甜點的 那是我們叫他上的啦 對啊 我們想先吃冰的方式 先上什麼 什麼甜點 我不算 你們會吃飯 然後喝巧克力 還是喝的很甜的 飲料 我們會飲料先上 對 比方說我會準備晚餐給我女朋友吃啊 然後他會開始吃那個甜點 然後吃那個糖 然後吃那個牛肉 都一起吃啊 先吃甜的 因為甜在心 這個很奇怪 我在法國就是 最後面的 最後的部分 那飲料也是最後面嗎 飲料 飲料啊 不是 可是我們不會喝甜的飲料 都是因為紅酒 還是啤酒 其實他們講的也對啦 答案是一 會影響十一 是 而且舞陽 舞陽有餵譜先知的能力 他早就選一了 你想實力真的 因為你很多小朋友 我們為什麼說飯前 不要讓他們吃糖果 因為吃了糖果 他們就不會再吃飯 不想再吃了 有一包 我覺得巧克力的口味好吃 可是 我比較喜歡 如果裡面有 比較crunchy的部分 你還是覺得有夾心比較好 其實那個巧克力 我覺得很好吃 我的手 咬到我的手 怎麼可能 你應該是咬到舌頭吧 舌頭也是黑的吧 很好吃 但是那邊是不是有一些 那是有心血管的疾病 那邊有沒有放什麼那個 橘子嗎 還是 橘子 橘子 它沒有啊 沒有 我剛才 我也知道 很好吃 我覺得 那個跟巧克力的口味很配合 我不知道很好吃 我們吃鹹的東西做開頭 甜的做結尾 完全沒有影響到大家的食慾 對不對 而且各國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大家也去嘗試看看 對不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想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高級的 我們下次見 很快 看 總之一 感谢观看